我們開始上課 這節課由我們大山格林講師來演講 請掌聲歡迎 謝謝 這幅畫有看過舉手 有看過這幅畫的 沒有 沒有 台灣的藝術教育是知道 要不要用拆的好了 什麼時代的人畫的 沒關係啊你拆啊 隨便拆沒關係 什麼時代 當時為五十年前 一百年前 兩百年前 幾年前 親採友 講出來給我聽 一百年 第一名 台灣還是外國人畫的 外國人 多久以前畫的 文藝附近太早了 一百多年 準啊 為什麼你這樣猜 那個時候沒有衣服 我們現在也畫沒有衣服的人 我的課是畫裸體素描 那還蠻蠻的 你還要多少薄 我的課是沒有穿衣服的 不是這樣猜的 就算你有穿衣服 你可以畫沒有穿衣服的 可不可以 可以啊 現在也可以去畫 亞馬遜河的神話 我現在只是說 就他的風格是當時人 剛才又一百多年 沒有錯一百多年 誰畫的 可不可以猜猜看 有看嗎 印象派前期 你有沒有聽過范古 但是他不是范古畫的 他是范古的室友 叫做高庚 有沒有聽過高庚 范古就是把耳朵割下 那個藝術家有沒有聽過 我覺得他的畫 看起來是很 頭腦很清楚 他沒有封掉 他室友叫做高庚 後來他們兩個人相處不好 就跑掉 你知道藝術家的生活 起起落落對不對 有錢的時候就畫 亂畫 沒有錢的時候 就是 珊珊很簡單 連畫的顏料都 都買不起 所以范古有些畫 是屬於土色系 然後這個叫做高庚 高庚比較稍微聰明 他賺到錢的時候 他搬到一個地方 就大溪地的一個小島 叫做 太平洋一個小島叫大溪地 他搬到大溪地去住 住到那邊他就從歐洲帶錢去 錢很多嘛對不對 所以有人三餐煮飯給他吃 他不用擔心吃的問題 旁邊還有美女給他服侍 他過得好像天堂般的生活 對不對 三餐都不用擔心 他又有人服侍 這不是很好嗎 貪人就在追求這個生活 過得像天堂一樣 都有人給你服侍 這樣好不好 可是他在這個時候 他居然 那句話先不用看 他的畫的名稱 你有沒有猜猜看 等一下 下面那句話先不講 我待會解釋 資源回收的人永遠不會問的問題 下面剛好是他畫的title 他畫的title是什麼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 1897年的說話 題目叫什麼 我們是水 我們是什麼人 我們對著要來 我們要摸倒下去 我們是誰 我們現在在這邊做什麼 我們往哪裡去 這是一個問題 這是畫的題目 照理說你生活過得很好 應該就是不用擔心這種事情 那為什麼會問這個 那我這樣錯了 當你的生活的所有條件 都滿足的時候 你下一步就要問這個問題 我是誰啊 我在這邊做什麼 我以後要我哪裡去 台灣人要問這個問題 可是我上面寫說 資源回收人永遠不會問的問題 首先你們看一個句子 你要每個字的terminology 定義是什麼 什麼叫資源回收人 這個字是三年多 四年前我定義 這是課堂上 我特別講 我怕有人偷我的句子 偷我的字 我要先講 這是我定義的 那你們知道什麼叫資源回收 對不對 就是本來是垃圾要丟掉 把Q都回來輸用 就是資源回收 加一個人 資源回收人是什麼 本來要被棄制的人 拿回來 那什麼叫資源回收 你就慢慢聽我講故事了 這是什麼 我跟你講 先不用猜是什麼 反正一群 原始的人 對不對 但他是人嘛 我跟你講 世界上人類的歷史 六萬年而已 沒有比那個更早 六萬年 今天活在世界上 所有的人類的祖先 六萬年前開始 許老師我聽過什麼 山頂洞人 尼安德塔人 那不是幾十萬年 我說錯 那些人 現在的年齡都不存在 消失了 滅絕了 所以現在所有 活在地球上的人類 六萬年前 從非洲那邊出來的 六萬年前 這是有科學證據 我待會一個一個補給你聽 但是在六萬年以來 人類都以什麼形式 活在地球上 部落形式 部落你知道什麼叫部落嗎 有沒有人知道什麼叫部落 你只知道元素高砂質有部落 怎麼樣形成部落 我跟你講 就很多家庭 因為共同的狩獵範圍 對不對 還是要種植的範圍 還是飲水的資源 來住在一起 要形成部落 部落可以大可以小 對不對 小了幾十個家庭 就成為一個部落 大得好幾百個 幾千個都有可能 對不對 當部落跟部落碰在一起的時候 發生什麼事情 不懂嗎 不一定打架 打架是一個可能性 還有一個這種 角度比較大 對不對 結合在一起變得更大 人家就不敢欺負他 對不對 就部落是這樣 那如果修台尊是怎麼樣 他會怎麼殺 全部殺光 以前的部落 一定把對方殺到一個不剩 大人小孩子 牛羊全部殺光 以前的殺法是這樣子的 你知道為什麼會這樣殺 怕你以後出來回來報仇 因為以後他們就 給他逃跑掉的話 還要去把追殺到 趕盡殺絕 因為他逃跑以後 還會想辦法 有一天人又變多 又回來又殺他 這樣殺不完 就要一次解決 可是久而久之 這樣的戰爭方式是不對的 為什麼 因為我土地變大之後 我的資源變多 我人變少 那我還是要管理這塊地 所以他們就想一個聰明的方法 什麼方法 自己比較厲害 比較勇的 比較聰明的 只殺你們男生 撞的會跟他打架的 其他老弱婦羅 留下來 留下來做什麼 留下來啊 做什麼 當奴隸啊 你看 叫他去種田 吃飯睡覺唱歌 奴隸做什麼事情 每天辛苦工作 然後吃飯睡覺 唱歌跳舞 就這樣 奴隸啊 奴隸就做這件事情 就叫奴隸 被殺剩下的人 撿回來 我給這群奴隸的名字 叫做資源回收人 這樣合不合理 合理 為什麼 他本來是要被棄置掉的 垃圾 叫他回來失業用 叫奴隸 奴隸就是頭被砍掉 他的效忠的對象 他酋長被殺了 他們那個組裡面 主要的領導者被殺 他沒有效忠對象 就現在跟著新的人 就算奴隸 對不對 他們做的事情就直接 過去就這樣子 他們在戰爭的時候 會做一件事情 部落戰爭在征服對方之後 的統治手段是什麼 怎麼統治對方 通常都會用這幾種 宗教 語言 姓氏 什麼叫宗教 以前在中東的地方 比如說 尼羅河神 是鱷魚 所以他們敗的就是尼羅河神 在打仗之前 把他們的神扛出來 打仗 他不是只是說我要跟你打 他才把他神扛出來 因為他以前是有宗教信仰 另外就是說 我們相信的是 在沙漠裡面的眼鏡蛇 崩溪劍 他就把眼鏡蛇的神 扛出來 就開始打 打了以後 鱷魚神贏了 贏了會做什麼事情 我一定把你的神給毀掉 表示你的神比較傲 比較差 你怎麼可以繼續拜你的神 毀掉 就是毀掉對方的宗教 改拜什麼 改拜我們的神比較大 對不對 所以一定是宗教 語言的話 會繼續讓你講你以前的母語嗎 不會啊 你繼續講你的母語 你嘰嘰咕咕 我不知道你在講什麼 你現在既然被我收編 就講我們的話 對不對 你會讓你們家的 用人講他的話 他一定要學你們的話 不是你去學他的話 對不對 再來呢 姓氏 他也不會讓你留你的姓氏 你留你的姓氏 就告訴你不是跟他一樣的人 一定以遲早起反叛之心 所以過去就是用宗教語言姓氏 這就是台灣人以前經歷的事啊 台灣人過去就是經歷這些事情啊 被人家改變宗教語言 你現在的宗教不是你的宗教 你現在用的姓氏 不是你的姓氏 你說的語言 不管台語 客語什麼話 都不是台灣人的語言 我們原來的語言是高沙族語言 歡迎阿威 高沙族跟平埔族的後代 我原來被大清統治兩百多年 他可以適性 所以你現在的姓都不是你的姓啦 是被給予的 我慢慢會講一段 我是用科學證據來講這件事 簡單的把台灣的歷史講完 給你們聽 四萬年前來到台灣這個地方 M174的後代 我待會會解釋 什麼叫M174的後代 四萬年前來到這個地方 慢慢我們形成大型的部落 叫大渡王國 在這幾萬年裡面 直到十三十四世紀 近幾百年 我們現在講幾萬年 跟幾百年的差別 近幾百年之後 才有日本人 大清西班牙人 荷蘭大清帝國進來 做什麼 探索你這個地方 那為什麼之前不來探索 之前航海技術沒那麼好 人類的航海技術 到最近幾百年才開發 才可以遠度從洋來到這個地方 來探索你 再來的人是什麼 掠奪者 叫做Predator 什麼叫掠奪者 我說一個比較粗的比喻 就是男生對女生有性需求 然後不要跟你結婚 就是要你的資源 但是不要commitment 就不要跟你掛鉤 連在一起 不要把你當自己人 你就是被他使用的人 當初的殖民者 對殖民地都這樣子 你有什麼資源 糖是不是 還是石油 還是鑽石 我就給他 今天我要的什麼都拿走 拿回他的母國 對不對 你們就是被殖民地 要隨著我吞他 到時候出了事 誰要負責 他不負責 所以以前 美軍的軍艦 跑到我們屏東外海擱淺 他的軍人就上岸 上岸被我們的高殺族 全部殺光 所以美軍就去抗議 跑到大清帝國 欸 你們人怎麼把我們 都抬了了 搞什麼鬼 你要賠款 大清說什麼 欸 那是化外之名 不歸我們管 法語不法 由貴國制裁之 隨著你處理 這不是我管的 就說殖民者 對殖民地的意思 都的事情他不要負責 他跟你無關嘛 對不對 那這些掠奪者 最後都會爭來爭去 所以有西班牙勢力 大清啊什麼 那最後有一個最大的 跑出來是誰 大日本帝國啊 他打敗了大清帝國 把他趕走 對不對 大清就割讓 台灣澎湖這個殖民地給他 做什麼 當作賠償嘛 要不然他就要去 把大清給滅掉嘛 對不對 他就用這個來換 那也不要再打了 就這樣子 我給你土地嘛 拿到以後 但是這個掠奪者 他本身目的不在掠奪 他真的要 要跟你結婚喔 那你知道男生追求 女生要結婚要怎麼辦 請你吃飯啊 送你花啊 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啊 對不對 跟你鼓掌嘛 照顧你嘛 最後你願意跟他結婚 所以 1945年4月1號 怎麼樣 大日本帝國憲法頒布在台灣 實施在台灣 就這個動作啊 就結婚動作 我們 他保護你 換取你對他的效忠嘛 對天皇的效忠嘛 這就是結婚 這就是混約的動作 說從此以外 你從殖民地的身份 跳成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就這個動作 頒布憲法 你就可以替他效忠 你變成他們家裡的人 你可以替他打仗 獵狼也當到他的國會去開會 帝國議會 有參議院 眾議院在那邊開會 上議院 下議院 對不對 就是這樣子 那這就是 permanent change 永久性的系統改變 什麼叫永久 你結婚了嘛 你是已婚的 跟未婚的差別 未婚之節 也會隨在人家吞他 但是已婚之後 我是有人 有人會照顧我 有人給我照顧 對不對 我出了問題 他會照顧我 這叫已婚 所以從此以後 台灣這塊土地跟澎湖 已經變成 大日本帝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你效忠天皇 換取他對你的保護 有有人說 不是耶 我現在怎麼會 什麼中公人給我管 不好意思 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大日本帝國戰敗 我們的Logo戰敗 戰敗怎麼樣 美軍就要求過去跟你招待那些傢伙 回來再招待一次 再來一次 就是中華民國流氓政府 就跑到台灣來 代替美軍來佔領台灣 我們說你不行了 你把我們佔領的時候 改我的技研 叫我去買武器 叫我人去做兵 你違反戰爭法 就給他告 美國說好好 收拾回去 就要把這群人趕走 我們透過法律 把這一群流氓難民趕走 最後 但是裡面一位台灣人 還是不願意讓他們走 想辦法把他們留下來 要接受中國那一套 因為以前被大清統治有個餘虐 餘虐就是觀點不願意改變 就產生所謂的餘虐 系統在轉換過程當中 你不願意改變你的思想 還是保留之前的 叫做餘虐 這樣知道齁 哪一個人的手機馬上關一下 他不是我們班的吧 下次跟他講一下 來 跟你們講這個 這道科學證據 你們在國家地理雜誌 有沒有聽過 很有錢嘛 Channel Discovery Channel 國家地理雜誌 他們做了一個project 這個project案叫做 Human Migration 你上網去查Google都有 因為最近喔 生化科技比較厲害 你這個 爸爸有很多財產 要傳給小孩子 他死了以後 突然冒出一個人 跑來說 我也是你爸爸在外面生的孩子 我也要分一段財產 你騙什麼 很簡單嘛 現在都用什麼方法 驗血嘛 對不對 DNA 是不是這個家裡的DNA 所以現在DNA很快 棉花瓣口腔裡面刮一下 丟到實驗室兩天就出來了 不用騙人了 很快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科學家也發現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人在傳宗接代的時候 生你的孩子的時候 染色體會複製 你們都上過生物課 你們都知道 你們都知道 我們人在傳宗接代的時候 染色體會複製 你們都上過生物課 你們都知道 染色父子就是爸爸一半 媽媽一半最後在 所以你小孩子長會像你 要不然像你先生嘛 不會像其他人嘛 像其他人就有點奇怪 可以像阿公阿嬤這個直系OK的 但是 像外面的人就奇怪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複製過程 會產生突變 我跟你講 那麼長的染色在複製過程 會產生突變 突變就變成一個記號 所有從你生下去的小孩子上 都有同樣的記號 那就有原因是 要找你的後代 還是要找你的祖先很容易 就是透過這個記號一直追回去 就產生了這個圖 這個圖就出來了 為什麼 它去以人類突變的那個 來決定人往哪裡走 所以最後所有的人類 你看看 這張圖是世界地圖 然後這邊有箭頭 對不對 就最後它到這裡 然後中間有過程 路徑 有藍色有黃色 對不對 最後所有世界上的人類 箭頭都有一個來源 你們發覺 都到哪裡去 你會不會看 這邊箭頭都是尾端 尾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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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後面都有一個圓頭 是不是 所有的圓頭指向哪裡 沒有人講 非洲 在這裡 在這裡 所有人 最後 沒有變異細胞 最後人追到非洲 也就是說 所有人類的祖先 來自於非洲 這科學證據 不是我編的 我沒那麼厲害 我可以編這個圖出來 這裡面它抽樣樣本空間 是71萬個樣本空間 71萬很大喔 你平常做台灣 你有沒有做過社會調查 或者那些市場調查 你差不多200個樣本 就把台灣全部涵蓋完 200個抽樣就好了 就可以預測2000萬人 那你要全世界的話 他抽了71萬 現在還在增加喔 那個準確性是更高的 他把什麼圖畫出來 他們叫做Human Migration Map 就是人類遷徙的圖案 還就像時間點 所以他後來把這個時間也出來 6萬年前 5萬、4萬、3萬、2萬、1萬 把這個時間點出來喔 那有意思喔 我們再看完這張圖 那有的人說 徐老師我比較有興趣 就知道我台灣人對都要來 我從哪裡來 很簡單 我要你們注意一個數字 叫M174 OK M174在這裡 OK 從非洲出來以後走到 所謂的南夜門 你知道南夜門嗎 南夜門 再走到所謂的印度 這裡是印度 走來這裡是哪裡 馬來半島對不對 你們地理這麼糟糕嗎 沒有人可以講出來這是什麼地方 這裡是哪裡 什麼新加坡、馬來西亞 馬來半島 遼國 對不對 會看嗎 然後是 對啊 這個西馬東 對不對 這個菲律賓 對不對 可是我們M174在這邊 再往上面走走哪裡 台灣 這台灣 台灣是時間點 是4萬年前 4萬年前來到台灣 台灣人的祖先 4萬年前來到這個地方 不動了 再來 我們繼續往前走 有一部分繼續往前走 走到哪裡去 日本 對 很好 日本後來又走到哪裡去 那時候沒有韓國 我們在講4萬年前 叫朝鮮半島的北部 在這邊再進去 有可能成為女真族 就是現在大清的祖先 對不對 我們現在講4萬年前的事 那這塊土地很大 對不對 不是只有中國 這裡面有中亞 有 巴基斯坦 有什麼 有印度 是不是很多國家 這一大塊土地上面 有很多種人來 你看箭頭就知道 有從哪裡來 有從歐洲來的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從北歐來的 有蒙古下來的 有這裡 非洲上去的 有沒有 這中東的地方過來的 有印度上來的 有南亞上來的 這個時間點 差不多2萬 到3萬年前的時候 他們這些人 最後最後 就走到最後 來到這個地方 所以這裡面有十幾種人 在裡面混了2萬年 所以誰是雜種 誰是雜種 你們看不出來嗎 你們這麼糟糕嗎 住在這塊土地上的人 是雜種啊 是不是 十幾種人 混在同一個土地上 過了2萬年 不會變雜種 一定會嘛 各種部落在那邊混來混去 相對比較純是我們 因為跟外界沒有接觸 4萬年 所以中國人是雜種 沒有錯啊 沒錯吧 我們是他們的主線 對不對 他們人從我們這邊來的 你們這麼好像 連不過來 韓國人說他們是中國人主線 中國人氣得要死 可是沒有辦法 這是事實啊 我就DNA的證據啊 他們有部分的中國人 真的是從北韓 對不對 超越半島進去的嘛 韓國人從哪裡去了 你們會不會看圖啊 從日本去的嘛 對不對 日本人哪裡去 台灣去的啊 所以我們是他們的主線 沒有錯吧 台灣人從哪裡來 馬來半島這邊啊 馬來半島是哪裡 就一直追印度嘛 然後追到非洲嘛 現在會看嗎 這是一個系列嘛 所以我們是中國人的子先 他們就要給我們拜 他們聖宗最遠是追到台灣耶 不是我們追到那邊去 你不要弄島了 他就要給我們拜 不是我們拜 你不要搞錯 所以你每一次的親民人 去拜中國人做你的主線 你就不會做了耶 你不會什麼主線 背你4萬年以來主線 所以你們過去被洗腦是錯的嘛 他是人種的尾端啊 他後來形成文化大國沒有錯 變成影響 他編繫到故事 我現在講的是科學證據 所以Dr. Spencer講了一句話 很有意思喔 他說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 最偉大的歷史故事 是記在我們的血液裡面 這科學證據啊 不是用編的 不是用想像的 是reality 是truth 是真理 所以你來民政文 我們只告訴你幾件事 我不是畫一個大餅 叫你去追求喔 我告訴你什麼是科學證據 什麼是歷史上的文件 什麼是事實 什麼是邏輯推理 你來的時候 有給你洗腦 沒有啊 就告訴你 你就去下判斷嘛 這就是在上課的內容啊 所以這就很有意思嘛 所以那時候 欸 我問一個很簡單 我那時候問他們說 來中國來台灣 我說 他說我們是中國人 我說 你認為你是中國人 啊 中國人是到底有幾種人 他說 漢滿門回帳描描描描 我說這麼多喔 這麼多的人都叫中國人 不是同一種人嘛 對不對 所以他是一個政治上的統稱嘛 對不對 沒錯嘛 包括漢滿門回帳描描描描描 只要他們認為以一個國家的形式來說 他們叫中國人嘛 那後來我就說 這樣對嗎 蒙古人是中國人 西藏人也是中國人 這都不同種的人欸 長得不一樣 他都 大後來修正了 他說 漢人才是中國人 有沒有 最後就修正嘛 那漢人才是 那我說 那什麼是漢人 他也講不出來 老少少有胡亂華漢人都沒有啦 那我現在要反問一件事情喔 你說這世界上有中國人 那請把中國人的DNA告訴我 這世界上如果有漢人 你把漢人的DNA定義出來嘛 然後我來我的血來抽一下 來跟你對對看是不是 啊不是的話你就不是嘛 可是他定義不出來 為什麼 沒有這種人啊 你知道嗎 他是文化語言上定義出來的人 不是真的在科學上有這種人 你說我是福建人 你為什麼是福建人 我們周全都要來 說福建人 哦 是這樣子喔 那如果所有講英文的 就變英國人 不是嘛 那講法語都發人 不是啊 不是用語言來定義一種人種嘛 你是用裡面流的血來定義嘛 對吧 所以林媽醫師就說抽血嘛 不對啊 他專門做血統調查 血液調查 為什麼他以前在血庫嘛 他給人家輸血的時候 會遇到問題嘛 奇怪 你不是都是中國人 為什麼這個血這個不能用 啊抗體為什麼不一樣 啊抗體為什麼不一樣 我想說啊原來是不同種的人 看了我們這個叫做big picture 這整個架構出來了 啊所有東西都是自然而然的 fall into the puzzle 就是大架構 人類歷史大架構出來 這科學證據 也不是我做的 對不對 所以這有時間點嘛 啊有的 有人就問老師 人類為什麼可以這樣走啊 以前沒有船 啊可以跑那麼遠 我告訴你 你去看google earth google earth 很有趣喔 它有淺藍跟深藍的地方 啊台灣的外海 有一個很深藍的海溝 對不對 我們往東岸 那個深到不行了 不可能有人 可是 我跟你講這邊都是淺海 也就是說以前的海 沒有到這個地方 人用走的可以從 非洲走到南美洲 以前早期的人喔 那就有意思了 所以我們的祖先是怎麼走的 很有意思耶 他從這地方出發之後 一直走走走 我跟你講有的人到了 南美洲就停下來 有的人到印度停下來 說這個地方很好 來 我們的後代就在那邊 深藍 有的人就慢慢走到 馬來半島 欸這邊比較好 我喜歡熱的氣候 有人再往那邊 不行我要再冷一點 照來台灣 四季如春 所以我們祖先就留在這邊 從此以後 我們的後代就在那邊 深藍 有些人不滿意 繼續往日本走 後來有一次說 走走走走走走 走到南美洲 所以不同的人在早期的祖先 四萬年前 他在travel 在旅行的過程當中 做了很多決定 我不知道 我不能想像 但是我可以知道的結果 結果就是這個地方 來了很多人 住在這裡 對不對 北美印第安人幾萬年前 就到那邊啊 不是各文部發現新大陸了 跟你講 在新大陸之前 老早有一大堆印第安幾千萬人 住在那邊耶 這才是人類歷史耶 這叫科學證據 好啦有意思 有些人 到法國南部 這是早期 差不多15 20年前 DNA還沒出來的時候 很多考古的人 寫了很多文件啊 你知道 科學就是 建立假說 找證據 推翻假說 重新建立新的hypothesis 都在做這種動作 法國南部挖到壁畫 就用碳石式半篩去測量 結果測量是什麼 這時間點居然是三萬兩千到三萬年前 三萬年前人的畫的畫 長得這個樣子 他畫什麼 馬對不對 這邊有的時候 這是什麼 犀牛對不對 不是豬啦 犀牛 犀牛被你講成豬很可憐耶 他很自卑 來這講什麼 獅子嘛 是不是 老虎 母獅子 不是老虎 老虎不是長的 是獅子 母獅子 沒有長 對啊 結果皮卡索看到這時候嚇一跳 說 三萬年前的人的畫 不會輸給我們現在 我們還要跟他學 所以人不是越來越聰明 人越來越笨 能力上 減弱 這三萬年前那樣的周生威 結果那時候歐洲人很驕傲 原來人類是從我們這邊開始 錯了 最近幾年又發生一件事 這在爪哇 印尼爪哇 挖到的壁畫 四萬年前時間過得久 所以他過去建立的假說是錯的 文明老早就來印尼爪哇 那我們回到以前看的圖 很合理啊 你們看 這四萬年前 這是白仙六萬年前 四萬年前 來到這邊 到澳洲 經過哪裡就是這裡 所以這邊挖到壁畫是合理的 反而到法國南部是比較早一點 符合 符合這整個大的畫面 這樣知道 所以你就沒有什麼中國那種觀念 對不對 因為我們更偉大的證據出來 好 有沒有看過這種超人 沒有看過吧 你們看超人都有臉有頭的 對不對 我的超人是沒有頭的超人 來盡快坐下 我正在上課 來不要打擾我 因為我的課都要想 都要思考 都是邏輯辯證 都是科學證據 來盡快 我剛才講了有個概念 就是沒有頭的人 對不對 資源回收人 怎麼是超人 我跟你講 資源回收人可以很強壯 很有能力 可能不曉得我在講什麼 戰爭以後產生大量資源回收人 稱這群無頭的人 叫R-Man R-Man是有紀律的 我們隔壁就有一個資源回收城 叫什麼 香港 為什麼香港是資源回收城 因為中國戰敗輸給英國 割這個土地給你99年 對不對 英國人來就設了一個系統 讓這個地方一直run 時間到了 總督就把錢 稅抽回來 交給英國女王 對不對 你這群人就負責 吃飯睡覺唱歌跳舞買東東 吃飯睡覺唱歌跳舞買東東 就資源回收城在做的事 他不會想太多 對不對 就來回收給中國 時間到了收回去 中國就派個總督下來 舞照跳馬照跑 為什麼 時間到我就抽稅就好了 你們繼續玩 那為什麼要這樣一國兩制 因為他以為台灣還是 他可以收回去 他還做一個假的東西在這邊 後來發現台灣收不回去 他做什麼事 哪有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 又不是一個國家精神分裂 一國一制 所以要求中國 在香港 開始掛中國旗 對不對 不等於在講廣東話 還講標準的北京話 是你的官方語 你要唱人民解放軍的軍歌 香港人受不了 受不了 戰中勤動 又跑到去戰中 對不對 戰中的記者就訪問他說 你為什麼要抗議 我們抗議 因為我們不喜歡這個總督 你為什麼不喜歡這個總督 他長得跟我們不一樣 他也是人 哪裡長得 他有頭 我們沒有頭 你知道意思嗎 什麼叫有頭 他效忠的是中國北京 他有效忠對象 你們香港人沒有 因為過去被當支援回收的人用 所以97之前 香港人會移民 有些移到澳洲 有些移到英國 有些移到加拿大 對不對 逃跑 有錢人都做這種事 可是他到哪裡都是沒有頭的人 也就是說任何國家都可以使用的資源回收的人 你就到那邊製造生產 交稅給當地政府就好了 所以這些人到哪裡都是沒有頭的人 沒有頭的人做事也無頭無腦 所以戰中行動在開始的時候 所以我在這邊演講 就跟你講 這不會有結果的 因為他不曉得訴求什麼 講不出個所以人來 就是無頭的人 這叫無頭人 可是你不要小看無頭人 無頭人是有記憶力 你知道無頭人的記憶力有多長嗎 我跟你講 你們講不出來 我講 紅仲秋兩個月就是兩個月 三聚期應該一個月就是一個月 什麼意思 就是新聞媒體有在報 他就有記憶 新聞媒體沒有報 他就忘記了 這叫支援回收人 最重要的記憶力就是這樣子 不是嗎 新聞媒體有在報就是一個問題 沒有在報就不是一個問題 他就不在乎 所以說人叫你去看黃色小鴨 他就去看黃色小鴨 叫你買什麼品牌鞋子 他去買 或手機 他是媒體掌握他 你控制媒體就控制了這批人 我為什麼要教你們這個 因為你要當民政委的官員 你就要知道人是怎麼被控制的 來 你們在座各位 有沒有超過一百個人公司的老闆 有沒有 沒有 上次有一個一千人公司的 舉手 我說有沒有超過一千人 我說沒有 我說 以後台灣民政委要接管台灣政權 四千人 外面兩千萬人 除起來是多少 一個人管五十萬人 你不要做家公司 老闆說你管五十萬人 憑什麼 是不是很困難 你連家都不是當老大 你說要去管五十萬人 你下面 平均我就是平均算起來給你們看 所以我們要訓練你對不對 我們訓練你給什麼 Model 模式 方法 structure 結構 告訴你怎麼給人分類 五十萬人 你不能 不可以把它當作同一種人 你不能只分男女 你不能只能分年齡 老中輕 不是這樣分 跟你講這樣分 這是初級架構 你到高級班 我給你高級架構 初級班是這樣分 根據什麼 行為主宰者 就是他做事情 是根據什麼來過他每天生活 越往下的話 就接近動物 屬於肉體的 社會體重40% 越高級的社會 這種人越少 越低級的社會 這種人越多 什麼叫動物 動物 你知道動物是用吃 就可以控制他的行為 對不對 用食物嘛 你不要讓他吃到氣不不 給他餵飽 他就很溫馴 對不對 你可以用這樣來操作動物 動物是以馴服的程度來劃分 動物喔 以前在 最近在北市 有那一群年輕人 晚上沒睡 騎桌外面 隨便亂砍 對不對 警察抓來 為什麼這樣做 年輕人回答什麼 爽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爽 這句話很奇怪 你聽起來很奇怪 為什麼 這群人就跟動物一樣 當那個獵食的本性 獸性出來的時候 他就要去發洩 他就衝出去 至於為什麼 他不管人家死活 就做他要做的事情 做完以後就滿足了 就停下來 看到女生就跟蕭帝哥 就要上 對不對 就像動物一樣的人 我現在在講人喔 可是他的行為 主宰他的行為像動物一樣 你也不要小看這一群 像動物一樣的人 他可能住地堡喔 開的是Lamogini喔 有私人飛機喔 可是賣收水油給你喝 對不對 是不是 你知道我在講誰嗎 欸 眾人就像動物一樣 那不是 他寧可害死人 為了他自己的利益 這種就跟動物一樣 動物要吃的時候 不管其他旁邊的人嘛 嗯 像動物啊 過去台灣人 曾經說一句話 啊 打到桌子找到什麼 還不然就做飯堂吃 有沒有聽說 他去那位那位英鑑 去學跳舞幹嘛 又沒有當飯吃 說這位的人 就像動物一樣 為什麼 他評估一個東西的價值 根據他可不可以吃 可以吃才有價值 不能吃沒有價值 這是不是動物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一個東西可以吃才有價值 不能吃 不能現吃的 不是東西啊 是不是跟動物 所以你拿鑽石去丟豬 豬會過來咬你 沒有錯嘛 他不想要鑽石換成錢 喔 豬可以吃好幾袋的豬 你怎麼有錢 拼一拼 這沒辦法吃的 給你咬 這種就是豬 所以你現在講的法理 不要對所有的台灣人講 因為他們不是所有都是人 也不是有頭的人 你們會來 欸 我問一個簡單問題 你們來是要接受 我們這邊的課程 接受訓練 然後做改變的人 請舉手 你認為是這樣 請放下 我跟你講錯了 為什麼 你們都有結婚的 有男朋友的 有女朋友的 請問你們結婚了多少年 你可以改變你的先生 或改變你的太太嗎 不可以嘛 因為他什麼樣的人 就什麼樣的人 一輩子都這種人嘛 對不對 所以你怎麼會期待 你來這邊上 我這一兩小時 你又變了一個人 那你就問說 那許老師 那我們過來幹嘛 我跟你講一個簡單的事情 你們本來就是這種人 你們本來就是對法理很在乎的人 不想迷魂敦敦敦過日子的人 再早來吃聽法理 聽了還聽得懂 眼睛還會發亮 表示你本來就是這種人 只是貴基爹不好的土壤 你長不大嘛 因為下面都胡說八道 都倒不倒不喝水嘛 外面的新聞都亂講 那種奇奇怪怪 來到民政府一聽 豁然開朗 表示你本來就是頭腦清楚的人 這種人造 他都做到民政府的官員 我們就在篩選人 我們透過課程在篩人 篩什麼 聽得懂法理邏輯 頭腦清楚的人 有正義感的人 來當就對了 你那個迷迷糊的就不要來 你聽我的課 在那邊打課 所以就可以回家了 我就這麼簡單 我也不給你鼓掌 真的 我們不需要這種人 我們不願意再湊人數 我們人數老早就招過了 我們現在是找我們要的人 不夠而已 我們盡量在挑我們要的人 一批一批的篩選 不同的考試過程 就跟你篩選公務員員 普通考高考一直上去嘛 不就是嘛 我不會把不適當的人 放在高位子 來亂嘛 所以才表示我們做事情是serious 我們是認真在做事情 小心在做事情 仔細在做事情 仔細在做事情的組織 我們訓練適合的人出來 就頭腦清楚 邏輯清楚 對是非有清楚的觀念 你看這邊 土壤好的土壤 你就長大了 開始發芽 變大樹了 就影響人嘛 所以回來我們上來課 就這樣子啊 像動物 所以你上面出去外面看 所有的廣告都是怎麼樣 just do it 對不對 什麼叫just do it 不要想啦 你看到就要買了啦 所有的廣告都訴求人的本性 喔 當我的廣告刺激你的人的本性 你馬上下一個東西 賣賣賣賣 對不對 這就是商業行為嘛 商業不要你思考的 思考你就不買了 再多想一點 根本不會買 所有的內容都要訴求 像動物一樣的人 所有的歌曲也是啊 像這個Maron Five 你有沒有聽魔力宏的歌 Animal Animal Just Like Animal 大家都很喜歡聽歌 你聽歌詞內容不對啊 Baby I'm praying on you tonight Hunt you down Eat your light Just Like Animal 像動物一樣 你們聽到這種歌會興奮的 你覺得跟動物一樣啊 你的動物本性被它刺激起來了 認同 來 這是這種人 這種人有分上中下 越下面越physical 越上面越subjective 就是主觀意識跑出來 以前我養的狗是 狼跟狗混的第一代 野性很...很親密 所以我為牠 其實養了十幾年 我牠吃飯那種 過去以後 本來又不能再吞下去 又吞下去 又吞下去 為什麼 就算你主人養那麼久還是 因為牠野性還在 可是 我家有另外一隻貓 養得很好 養到後來 牠自己以為是人 我睡覺要跟我搶被子 對不對 你給牠吃東西 你態度不好 牠不想吃 跟牠吃東西 很奇怪 你以為你是人 就是主觀 動物養到開始有主觀意識 主觀再上去就是objective 這是自私的人 我們現在講社會有另外一票的人 是沒有頭的人 資源回收人 我剛才講資源回收人 對不對 資源有百分之六十 這些追求都是愛國榮譽 愛情慶幸道德 這些人 可能是諾貝爾講得主 所以我剛才畫那個超人 他可能是superman 可是他沒有效忠對象 可能是首富 可能是極度聰明人 有可能是當市長的人 我這邊有一個市長 聽號稱是葉克摩專家 他到處去演講 可是他是沒有效忠對象的人 你聽他講話內容就知道 他在鐵裡面做演講 為什麼 他不是很厲害嗎 葉克摩專家 所以人生氣了 真的要死 不會死掉 就是你說的功能 腦死人還活著 脫了機器啊 換血啊 心臟給你碰撥啊 就不會死了 所以他最後這個醫生 我們這個市長 就開始感到緊急了 就問了一個大哉問 人怎麼樣叫人啊 什麼是人啊 什麼叫活著啊 他就開始懷疑了 所以他已經開始問到 上面這個級數的問題 叫做絕對的真理善美 這個級數有頭的人的問題 可是他上不去 因為他的本性是無頭人 所以他就下來了 他說講皇民 是不對的 我跟你講不對喔 我們以當皇民為奧 我們是有效忠對象 他是沒有喔 所以他誰來當他頭都可以 他的功能就處於 他把這個市政管理好就好了 可是他沒有效忠對象 以後我們這社會 百分之大部分的人 是這些人喔 你們要管理是這些人喔 你們以後是 這個有頭的人 不是沒有頭的人喔 你們是有頭的人 少數管理大部分的所有人 大部分人製造生產 讓這個社會運作 大家得到幸福快樂 物質各方面的滿足 可是你們是管理者 是有頭 是有效忠對象 那我跟你講 什麼叫有頭有效忠對象 你有沒有看過 有那個外國人 帥哥 男生 從外國飛到台灣 熱身療養醫院 幫那個病人泰溝 就是麻鳳病人換藥 每天喔 朝九晚五這樣 正常上班 吃都比台灣人更簡單 美國是很好的地方來的 做了很多年 把他老婆也娶來 小孩子也帶過來這邊 一直過 一輩子在這邊 你會覺得奇怪 這個人是什麼 打他拜託嗎 這麼好的家事背景 這麼好的學歷 跑來這邊幫我們麻鳳病人換藥 台灣人都不想跟人 為什麼 他為什麼這樣子 我跟你講他有效忠對象 他效忠對象叫做上帝 上帝叫他來 他就來 上帝不准他來 他也不敢來 上帝叫他去非洲 他就變成死懷澤 上帝叫他去印度 他就變成德雷沙修女 對不對 你懂我意思嗎 他以取悅他的主子的喜好 為他的活的目的 你知道嗎 他有效忠對象 所以錢影響不了他 地位也跟他無關 宗教人士就這樣子 那不是 他看破了 可是大部分的資源 是沒有啊 你拆什麼車 你搭什麼哪一區的 你蓋什麼房子 這來判斷你社會標準 可是你有效忠對象 沒有跟這個無關的 你懂了嗎 我為什麼跟你講這個 因為你們現在已經脫離了 這下面的系統 你們出家了 沒有 你要當官員要有這個自覺 以後你們是管理者 你有點像裁判 外面在玩遊戲規則 你不要纏進去 否則會有官商勾結 開發土地你不要進去 你如果還愛錢 建議你就不要來了 你當官員 你是那個有權利者 權利者不能下去玩的 比如說裁判看到球員踢不好 過去補一腳給他進球 有什麼意義 這有問題耶 對不對 是不是 當你知道土地要開 我叫我親戚朋友去買 我自己也去買一塊 這就是亂的 就是現在的情況嘛 就官商勾結嘛 你又求援兼裁判嘛 可是你要出來 是當民政府的官員耶 我們是要把台灣人 從國民黨這流氓政府的 奴隸的教育裡面 拯救出來 這個系統 太棒了耶 回復我們大日本帝國的身份 成名的身份耶 所以你們的角色 我大概點到就位置 以後是高級班在講 不是現在的 我是讓你們知道說 What are you involved 你參與的是什麼樣的事情 要有心理準備 講到這個 就是 到後面就是絕對耶 在他們的世界裡面 在我們的世界 在我們有效忠對象世界 是有絕對的對跟錯 對於這下面的人說 沒有絕對的 誰來管都一樣啦 Depends all depends 端看當時情況而決定 他們的價值觀都是相對的 它會因地而改變的 但是有絕對標準 不會因地而改變的 對就對錯就錯 怎麼因地而改變 來 再來 我今天時間沒有多少喔 問一個簡單問題 在座各位 我問你 自由 幸福 快樂 是你一生追求目標的 請舉手 有人沒聽到啦 再來一次 追求自由 幸福 快樂 是我一生追求目標的 請舉手 這麼多 請放下 沒有舉手的人 是有其他的理由嗎 還是不同意 不同意請舉手 我跟你講 剛才多數是錯的 剛才舉手的多數是錯的 為什麼你知道嗎 你要聽我解釋嗎 我不是要讓你們 覺得embarrassed 或困窮 來這邊上課就是要 顛覆一下思考 哪裡錯啊 這個很合理吧 自由 幸福 快樂 怎麼錯的 我跟你講錯了 它是副產品 不應該是主要目的去追求 副產品是什麼 當你做對的事情 伴隨而來的 我舉個例子 有一個醫生 他以賺錢為目的的醫生 你趕快去看 嚇都嚇死 一次可以看給我看十幾次 如果沒有錢 他不給我看 對不對 以賺錢為目的的醫生 就是這樣子 你沒錢要來看 對不對 沒錯吧 但是如果有一個醫生說 我要提供病人最好的服務 這種醫生不錯對不對 因為這樣所以來很多病人 因為來很多病人 所以他賺很多錢 這樣合理吧 這樣合理 對啊 因為你做對的事情 這些 是伴隨而來的 我隨便講一個 自由是什麼 是一種感覺 我看上面這幾個都形容詞 幸福是一種感覺 有小確幸 吃個蛋糕也可以小確幸 在一個小巷子 這個也叫幸福 太容易滿足吧 自由幸福快樂是感覺 我問你 你有沒有在追求 使用金錢的自由 有嗎 大家知道各位 有沒有 你希望我使用之前有自由 對不對 什麼樣的自由 一個月給你一萬塊夠不夠 那些老師太少了 五萬 十萬 開始有人 嘴角微笑 一百萬 喔 有人開始眼睛發亮 一千萬 一億夠不夠 頂性一個月賺一億 他零用錢一個月可以賺一億 怎麼樣 他有滿足嗎 沒有啊 你追求感覺就是這樣子 你因為感覺而結婚 你也因為感覺而離婚 因為感覺不在 這樣對嗎 不對 你一定說不對的 你心裡面告訴你一定不對的 是不是 你應該是要說 男生跟女生 看到這個帥哥 好像可以給待會兒 自由幸福快樂 我就嫁給他 結婚以後都不做事情 算了換人 離婚再換一個 這個又不行再換 這樣對嗎 不是吧 應該說男女互相喜歡 建立家庭 便手之處一起 共建家庭嘛 對不對 回到家以後 生了孩子 然後爸爸做爸爸該做的事情 媽媽做跟媽媽該做的事情 小孩子好好念書 回到家裡 家裡爸媽煮一頓豐盛的晚餐 大家坐在一起 圓桌上面享有 自由 幸福快樂的感覺 對不對 它是一種感覺 是伴隨你做對的事情 來的感覺嘛 對吧 而且你一定要做那些 對的事情才會有來的嘛 它是副產品嘛 不應該是你追求的目的 那我為什麼要說這個 台灣人就是這樣嘛 誰的罐都好啦 有飯吃就好啊 有頭髮做就好啊 叫水就好啊 就算整個政權是假的 是騙人也OK耶 他也做得很高興耶 這都台灣人啊 像舞女一樣的個性 隨人客游來游去 這個客人點了給了錢 你就跟他跳舞 跟那個人跟他跳舞 這過去的台灣人耶 戰敗大日本帝國 我們是大日本帝國成名戰敗 我們的北部阿公阿嬤那一代 走那個嫁人港 穿著制服去那邊搖旗 歡迎回歸祖國耶 請問你天英皇看到這個景象 他有什麼感覺 你是我的臣民耶 那你現在怎麼樣 整個人就扁了 戰敗之後你就變成這個樣子 情何以堪 大日本帝國成名耶 你如果對他們對得那麼厲害 那是怎樣 過去還不是娶你 我是名媒證據 把你娶進門 有名分的喔 過去糟蹋你那男生 你馬上就跟他 是什麼問題 當然要有心理知道 這到底發生什麼事喔 我剛才把歷史時間拉長喔 跟你講是四萬年 在過程當中 你還是部落行事 慢慢經過這些殖民地的時候 慢慢 但是你這個人沒有變耶 但是你的國籍變了 你效忠對象 你變成已婚的人 你的性質改變了 你心態也要調整 不講那麼深 來 再來 這張圖看得懂人巨重 沒有吧 沒有啊 蔡座人那邊 剛才那幅畫都看不懂 還看這一幅畫 看不懂的人請舉手 看不懂 看不懂的 抓手 抓手喔 要問問題喔 好 請幫忙 我只問看不懂的 看懂就算了 我不是要喝水 請問喔 我剛剛舉手的人 我問你 請問他畫的是飛機大砲嗎 是不是 飛機 大砲 是不是 不是喔 為什麼你知道不是 你看得懂啊 你看得懂啊 就表示你看得懂 也沒有看不懂 請問他畫男的還是畫女的 女的你也知道是畫女的啊 畫幾個人 你又算得出來五個人 你完全看得懂 不要說你看不懂 絕對看得懂 對不對 你已經給我這麼多訊息 看不懂是我訊息都給不出來 你現在給出來 表示你看得懂嘛 對不對 那你通常覺得看得懂是這個嘛 對不對 有沒有人說他這個看不懂 有沒有人 沒有人 我跟妳講你看不懂 他是誰啊 他是誰 他在做什麼 是聖母啊 天啊 衣服脫光光 不是聖母啊 這是維納斯 維納斯在做什麼 在上大號 維納斯在上廁所 Venus The Toyota of Venus 1751年 My friends 這個人畫的 欸 你們以為你們看得懂 結果你看得懂 你們以為看不懂結果你看得懂 台灣人不回去了 蛤 是不是很好笑 你們很好笑 你們真的很好笑 來 但是我目的不是在講這個 我要讓你們思考重新建構起來 這個叫做一點透視法 這叫做立體畫派 什麼叫立體畫派 簡單的解釋給你們聽就好了 這是不是一罐水 這樣是不是一罐水 這樣是不是一罐水 都是一罐水 這樣一定要這樣看 沒有嘛 這是我 這樣也是我 這樣是我 後面看也是我 這樣一定要這樣看 沒有啊 但是你把不同的角度觀察到的東西 時間固定 觀察點改變 全部放在一起 就變成這樣子 叫立體畫派 一解百解對不對 突然之間你看得懂 那這比較誇張的立體畫派 它角度很多 超過100個 那就變成這樣子 會吧 台灣人的美術訓練 停留在100多年前 現在把它拉到現在 看得懂啦 OK啦 我們要走下一步 這叫一點透視法 這是多觀點 對不對 這是更複雜的觀點 但是不管你是走哪一個 都有一個東西 叫做 Consistence 你如果是一點透視就是這樣的話 從頭到尾你不要換來換去換成這個 對不對 你如果換來換去會變什麼 什麼都不是對不對 又有寫實的腳跑出來 又有立體畫面又有這個 都拼貼啦 亂七八糟 所以我跟你們講一個字 The Hozoku 法則 法則就是放諸宇宙各地方接準的道理 Hozoku 這個法則 宇宙的法則都有一個特性 叫做一致性 不管什麼地方都一樣 叫做Consistent 指一個形式系統不含矛盾 法庭雙方在證明對方論述的矛盾 Consistency 就是這宇宙的原則 法則是一個一致性的東西 所以當人活在這個系統裡面的時候 你所定的規則 是不是要符合這個系統的法則 對啊 比如說我要蓋房子的建築法規 我就要考慮這個地球的地心引力 而且全世界各個地方都有地心引力 你房子蓋到一個特定的角度的時候 你不能超過 超過房子會垮 或者地基要打多深 或者你要用什麼樣的建材 風阻係數要多少 對不對 這就是一般嘛 你訂這種建築法規一定要這樣子 因為你考慮要大自然 因為你活在這個系統裡面 那你只要活在大自然系統 有男有女要生小孩子 所以你的民法一定要顧慮到什麼 一男一女結婚成立家庭 為了要生一堂人類 你如果沒有這樣定義破壞家庭 人類就滅亡了嘛 因為你 我跟你講 你只要活在大自然這個系統裡面 你就要尊重大自然的法則 你跟他對抗是誰倒霉 人倒霉嘛 不會是大自然倒霉嘛 是不是 狼倒霉 所以為什麼有些叫做大自然自然法 the nature law 在基於自然法上面我們建構 International law 國際法 國際法是規範不同的國家的法律 在這國際法裡面 才建構各個國家不同的 constitution 憲法 在憲法上面建構 所以是一層一層一層這樣起來 過期你不知道這個圓 為什麼 國際法是假的騙你的嘛 他已經違反了基本的國際法嘛 違反戰爭法嘛 所以他不讓你知道這個法 你知道這個法 你就把他僵死了 所以他是詐騙極端 一定在某個程度上 他要有騙的基礎上面建構 他沒辦法建立在真理的基礎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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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政府起來就是把你從這個基本的法律 全部給你翻出來 他就倒了 當真理出來 這個假的虛假的東西就會跑掉了 我跟你講就很簡單 法庭裡面就要證明這個嘛 所以我們告美國不告人 我們告美國告的已經就在基於這個 我們開始要思考喔 我們在告他什麼 美國喔 你不是講你尊重treaty 條約的態度跟你遵守 你們constitution憲法態度是一樣的嗎 等同位階喔 那你前舊金彈合約對不對 對啊 啊你在舊金彈合約 你是主要佔領全國對不對 對啊 啊我們是被你佔領的 對啊 你想要叫中華民國來聽你 你可以代理 但是他為什麼違反戰爭法 改變我們的國籍 叫我們去買武器 叫我們去當兵 你改變太多東西 就是違反戰爭法的事情 你怎麼可以做這種事情 You are inconsistent 你在法院告美國 美國這個國家 就得處理啦 就這麼簡單耶 你在法院裡面證明 就贏啊 我們贏的原因就在這裡啊 那美國好在還有另外一個 Integrity Integrity就是一個人表裡一致 美國是一個三權獨立的國家 在司法部門判決結果 立法行政局也跟著做 他不會各做各的啦 要不然美國就分開了嘛 就崩解了嘛 我再跟你講喔 在任何社會裡面 越想當老大的 他越需要這叫Integrity Integrity英文你可能不太了解 我跟你用相反詞 Integrity相反詞叫做Dishonest 不誠實 也可以是叫做Hypocrite Hypocrite是什麼 偽善者 你偽善你偽善 你說一筒做一筒 在美國這是罵人的話 罵人的話 你這個人表裡不一致 所以你一個人要表裡一致 你講的就要做 你村子裡面當老大 你跟這個人敲的事情的原則 在這個人也一樣 那如果不一樣 人家會跟你嗆聲 你來來來來 不要做老大了 你沒主意 所以美國要當全世界的老大 所以他用的principle要一樣 你在中東那邊 這樣罵人家說違反戰爭法 種族屠殺 你知道台灣是不是 放國民黨在那裡 直接搞在那裡 亂出重 是啊 你知道做種族屠殺的事情 什麼種族屠殺 那頭一台二次 幫你帶 第二次去做兵 第三次叫他受他教育 這叫種族屠殺 我待會兒越講越清楚 來 時間不夠我要講端 我說 我這堂課到底在講什麼 台灣使節嘛 講歷史 怎麼講那個有 準備這麼多 年輕人說 許老師 歷史我從以前都不喜歡 我說你錯了 史觀非常重要 觀點會影響你的立場 立場會左右你的選擇 選擇之後會產生行為 行為會決定你的命運 不要小看這件事情 任何人寫歷史都有一個觀點 對不對 對不對 你們在座各位 有誰在寫歷史的 沒有嘛 你們頂多寫個人日記嘛 對不對 要不然公私嚴格死 笑死 講到這層屋裡 但是你不管怎麼寫 你都有一個立場 從頭到尾要一致嘛 說觀點 但是觀點大家都有啊 你有你的觀點 我有觀點 男生有男生觀點 女生有女生的觀點 北美有印第亞人的觀點 北美有白人的觀點 那誰的觀點比較重要 誰的觀點重要 要有實力嘛 對不對 你可以堅持你的觀點 可是你沒有實力的時候 最後就被消滅掉了 不是嗎 北美印第亞人就這麼結場 下場就是到保留區去住啊 你如果再堅持下去 你就是整個組被滅掉嘛 所以現在印第亞人很多組不見了嘛 本來幾千萬人 現在是幾百萬人口 因為你沒有實力嘛 所以你台灣人 就知道你台灣人又怎麼樣 你沒有實力啊 你有觀點沒有錯啊 男生有男生 女生的觀點 那誰的就比較這樣 我跟你講 男生女生結婚 第一天晚上就可以吵架了 剛結完婚 晚上吃飯 太太就去煮菜 煮一煮 兩、三道菜之後 老公你先吃 老公坐在那邊 幹嘛先吃啊 我們等你菜都煮完 到齊一起開動 太太說 你先吃啦 他說 我們家從小到大 都是大家一起做完開動啊 太太說 我家做生意的啦 沒那麼良心啦 誰先到誰先吃 留水期 這樣就吵架對不對 因為觀點不同 每個人都把從小到大的觀點 帶進婚姻裡面 對不對 兩個觀點不同 產生衝突 衝突結果怎麼樣 衝突結果怎麼樣 吵架 對啊 分房 最糟糕是離婚 對不對 兩個人 這是兩個人的事嘛 小事 兩個國家就不是這樣子喔 兩個觀點不同 兩個國家是怎麼樣 就戰爭耶 台人耶 西人會一大堆人死掉 流離失所耶 這不是兩個人結婚 離婚就這樣子小事耶 兩個國家觀點不同 下場就是這個耶 但是impact 那個影響力是很大的耶 所以觀點重不重要 當然重要啊 史觀很重要 觀點影響立場立場 走路選擇 選擇的時候 產生行為行為行為 命運 這種過去為什麼過敏洞 假的歷史 要給你洗腦的原因啊 他不需要跟你衝突啊 改你的觀點就好了嘛 所以中國流亡史觀 就是你現在的教科書在用啊 他們去炒沒有用啊 因為他炒的方法不對啊 我們炒的方法是用法理 直接把你弄掉啊 根本輪不到你來用中國史 來騙台灣人 因為史觀其實是有計畫的 做幾件事情 第一個 掩蓋過去對台灣人的罪行 比如說前一陣子有個教授說 阿基拜四十幾人不算什麼 是嗎 四也是台灣人耶 台也是你耶 你覺得沒什麼喔 但是我們小孩子是接受這個教育啊 所以我叫小孩子 回家家說 明天開始 明天是228 大家留在家裡面 大家一起來看錄影帶 少量台灣人的受難日 我們家孩子說 阿爸你開玩笑喔 我跟同學約好在卡拉OK耶 我去購物耶 明天要放假那麼快樂 幹嘛把弄成仇雲產物啊 你看完蛋了對不對 他已經忘記他是台灣人了 他已經站在中國人立場 來看這件事情了 整個228的經驗被顛覆掉啦 變成放假shopping的日子了 情何以堪啦 台灣人啊 是不是 史觀被改變就是這樣子啊 合理化的行為啊 竊舉台灣的動機啊 憲蓋有跟他說究竟我們合約啊 不 憲蓋有跟他說究竟我們合約啊 憲蓋有跟他說開羅宣言啊 亞爾達密約啊 波子坦宣言啊 就是不跟你講究竟我們合約 不管所有的宣言到最後 用什麼來解決 條約嘛 我不管你宣言 你共101講多少次 最後就條約嘛 101 150億 你要買嗎 要買好錢拿來 交集 transfer title給你 這就你的啊 就這麼簡單啊 所以條約是做什麼 把戰爭所有的宣言 最後做一個conclusion 總結 在條約裡面做決定嘛 是不是 你結婚前面宣言說 這是我女朋友 我跟他交往 每天這樣牽手 進進出出沒有用啦 到最後就是有沒有簽約嘛 有沒有結成夫妻嘛 有沒有簽名蓋章嘛 就是這樣子啊 那有關於 以前戰爭之後的爭議 在舊金戰合約裡面 是 我跟你講喔 兩個人談戀愛到最後 決定簽名蓋章 容不容易 不容易嘛 又吵又鬧 又雙方家長 又談什麼嫁妝啊 什麼什麼 我跟你講 兩個人結婚到最後簽名 都不容易 根本來說 46個國家同意同一件事情 在一個條約上面簽名 46個國家喔 不同派代表 外交使節 爬在爬去 在那邊開會討論 回到國家去 議會開會到最後回到一個地方 簽名蓋章 OK 定案 是不是更難 是不是他可信度更高 當然 舊金戰合約的效率 在那個地方 沒錯 這只是簡單的邏輯 推理而已 所以說 中國要打台灣 你要買武器 是嗎 不是啦 保護台灣的是 美國第七艦隊 中國這段奧秤 在台灣能夠做什麼 打仗啊 門都沒有 對不對 所以今天主要是幫助台灣人 從支那系統走出來 來 下面四張圖 哪一張圖 看得最清楚 看透視 透視 什麼叫透視嗎 你知道嗎 什麼叫透視圖 直接問 覺得這張看起來最清楚的舉手 看透視最清楚 請問這張看透視最清楚 請舉手 請問這張看透視最清楚 請舉手 有人覺得耶 請問這張看最清楚的舉手 這個才對啦 什麼叫透視 就是離你近的要大 離你遠的要遠 小對不對 如果太陽跟你 太陽比較遠 所以太陽很大 跟它無關啦 建築物看透視 就離你遠的會變小 對不對 靠你近的要變大 你這樣才感覺出來那個景深 離幾公里 這樣知道嗎 所以 我為什麼要跟你講這個 我們的歷史被扭曲到你分不出來大小 分不出來景深 它特定歷史史關跟你講得很大 正常說像台灣 台灣四八年也輸 台灣的歷史是四萬年耶 為什麼就是針對一些特別 日本歷史跟你減小小到看不到 這就是扭曲歷史 扭曲歷史 扭曲歷史的目的是什麼 讓你confused disoriented 就是把你對整個世界的那個 失去方向 抓不到方向 就是這個啊 我用圖形告訴你歷史 就去解完了 來 到法院 證據一百個 你怎麼分類啊 一百個都是證據嘛 一樣重要嘛 當然不是啊 你會分類嘛 證據先把首先把假的偽造的歷史 丟掉 剩下的照片ABCD 越上面越客觀 越下面越主觀 客觀就是上面的 基本的邏輯推理 物理班帥其化學性質DNA 我剛才講DNA 這是A級的科學證據喔 欸有一個車禍 然後那個路人假路人蟻 都有不同的 啊他就他撞 啊沒有他就他撞 灰不掉對不對 那是要個人觀點 那是主觀啊 每個人的觀點啊 可是你如果用汽車去量 彈道比對 哇怎麼就去親愛的主 對不對 騙不了人 所以那個在法院裡面 當作第一集的證據 第二集就是歷史文獻 Documentary 然後在文字記載 他沒有偏主觀的 分類 你是誰 你叫什麼名字 我在拜五尋到你 你就叫拜五好了 欸 你聽懂我在講什麼 你是誰啊 你叫什麼名字 我在禮拜五碰到你 你就叫禮拜五 有沒有聽過這個故事 我跟你講在17 19年的時候 有一個叫魯賓孫漂流記 有沒有聽過 沒有人聽過魯賓孫漂流記 那樣的 只有幾個人點頭 然後我大概講一下 就是一個白人 坐了一條船 到海 遇到風浪擱淺 上了島上 把船上一些物資 蓋了一些樹屋 住在上面 兩個 幾個月以後 當地的土著來找他 碰到土著的時候 我在禮拜五碰到你 你就叫禮拜五 給對方取名字 為什麼好像 應該是黑人給他取名字 不是他給黑人取名字 對吧 人是在地 你是外來種 對不對 怎麼倒過來變他 就是白人觀點 對不對 印第安人叫印第安人嗎 不是嘛 是白人叫印第安人嗎 不是嘛 是 他本來就住在那塊土地啊 問你 他本來在這塊土地 長大需要給自己名字嗎 印第安人叫印第安人嗎 不是 印第安人本來是什麼名字 沒有名字啦 你在這個土地上 自己自主 為什麼要給自己取名字 你都沒有離開這塊土地啊 所以我問一個簡單的名字嘛 當時是 母親的名字 也叫台灣 母親的母親的名字 不會叫台灣 それは台灣 不叫什麼 芒萌莎 也不是芒萌莎 本來是什麼 沒名字啦 我們這個土地本地沒名字 後來是 芒臺亞人首先發現台灣 給人的名字叫做芒萌莎 那就是我們的名字 台灣是中國人 不然是台南外圍那個地方 後來你整個叫台灣 一隻那人叫我們 OK 這邊很簡單 毛利人來台中尋根發現殘家寶 這是跟著我剛才的那個圖產生 樓上是有人走路這邊會搖是不是 他們有一些師生 從毛利人跑來台灣看到很多玉器 怎麼跟他祖先的一模一樣 跟他手上配件一樣 結果發覺很多考古 後來 八圖是他們 祖先武器變成傳家寶 結果在台灣看到 其實回到我們那個圖他一定會看到 很多考古學家歷史學家認為他們是 庫克群島波西尼亞地區的來源 甚至科學家發覺毛利人跟台灣的原住民DNA 是很接近的 不用很兼具從我們這邊出去的 我們剛才那圖給你們看了對不對 我現在主要講FOMOSA這件事情 1920年國家地理雜誌上面的封面 叫FOMOSA的Beautiful 在紐約報紙上面寫 Tonsal Explosive for FOMOSA 根本有用台灣 沒有嘛對不對 就這張合約 Japan Renounce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MOSA and Pescatolese 他有沒有用台灣 沒有嘛對不對 那我問你一個簡單問題 你在買房子的契約上面會不會說 這阿草買阿嬌買的 不會這樣寫對不對 為什麼 阿草阿嬌一大堆嘛 你如果寫這麼簡單的名字 很容易被人家帶領去嘛 對不對 所以你買房子 買這種大型的東西 一定會簽了名 蓋了張 加上身分證 知道加上電話 什麼都要放進去對不對 沒錯吧 就生怕被人家拿掉嘛 那同樣的在這種條約裡面 舊金單合約 有中文版 日文版 英文版 以什麼版為準 英文版嘛 當然是英文版為準嘛 對不對 國際條約都說English 那English什麼用 剛剛我講台灣 沒有嘛 就Formosa Pescadores 我跟你講 以後你們要先準備好英文喔 以後我們的官方就是英文跟日文喔 這是我們應該有的語言喔 中文不是我們應該有的語言喔 我們是被統治之後產生的語言喔 不要弄錯囉 我們的母語 我們應該有的母語已經被消化掉 所以我們 按照我們法律上 該有的官方語就是英文 因為被佔領 日語是我們大日本帝國應該有的語言 這個人的頭帶痛 這兩個我都沒學過 慢慢開始 好不好 以後我們是就是這樣 往這條路上走 不用懷疑 不用懷疑 存在感 我跟你講 你們什麼時候知道自己存在 知道自己自己是誰 什麼時候開始 你們知道嗎 我跟你講 你剛出世 媽媽餵奶那一餐那你就知道了 為什麼 你本來是自我存在嘛 媽媽開始胡動 我們肚子餓了 媽媽給你吃冷 那你吃到那個時候 開始有另外一個 other than you的存在 跟你互動 你就知道自己存在 然後慢慢弟弟兄弟姐妹跟你玩 你又知道更多reference 更多的參考點 再來爸爸跟你玩 家人跟你玩 越來越大 你的參考越多 對不對 所以從小被呵護長大的人 怎麼樣 他存在感強 存在感強的人自信心就強 自信心強的人就怎麼樣 學習力強 學習力強的人就有競爭力 以後就可以貢獻幫助其他人 可是倒過來 如果剛剛出生的時候 被彈嘴巴 肚子餓 又被打 這什麼狀況 Baby會嚇一跳對不對 是不是 他期待東西 可是反了給他 他在見過他存在感的時候 所以我以前去育肉院裡面 帶水果餅乾糖果跟小孩子玩 可是就是一兩個小孩子 就躲在桌子裡 要不要出來 我就覺得很奇怪 後來老師跟我講 他們都是受虐兒 從小到大 在形成他們自我存在的時候 被否定 被靈體大大 那種小孩子就很低 他嘴巴繼續吃 可是他不希望你知道他存在 他存在 產生很多的痛苦 對不對 過去台灣人 我是台灣人 打下去 你講台灣話 發錢 所以台灣人都是受虐兒 自小孩叫人靈體大 台灣這次 在早幾年 年輕一代不知道 在早幾年 你台灣都不能說 說台灣這個 沒什麼 到那邊拍一聽啊 我們還要唱歌 在唱這個啊 以前只能講中華民國 你不知道台灣人 叫人靈體這樣 台灣人的臉手 都是受虐兒的臉 因為聽了法理 才醒過來 才吹起來 才開始有自信 還說幾個名 做你的名 什麼叫幾個名 中華民國是鬼的名字 什麼叫鬼名字 什麼叫鬼 離開他本來的身體 到處漂泊 是不是鬼 沒錯啊 他的身體在哪裡 在中國啊 跑來台灣做什麼 你就鬼要盡管嘛 台灣人明明是人 為什麼講這鬼的名字出來呢 我跟你講一個故事 以前在聖經裡面 有一個叫做格拉森的地方 格拉森的地方是石灰岩洞 水滴了 碰到石灰岩洞 它一隻一隻 骨起來洞很多 很好用 做來做什麼 冬茶 不用做 人死 寶寶寶寶的 待在裡面就好了 久而久之 這個地方就裡面 墳場 很多西人 你知道西人 西人坐什麼坐 母神坐了 整個坐 整個坐 整個坐了就講 鬼附身的事情發生 這個村子 格拉森這個村子 就發生這件事情 有一個少年人 被很多的鬼附身 整人 整天都沒穿衣 垃圾到沒吃飯 四個亂走 村子就覺得 這很麻煩 鐵鍋拌拌起來 鐵鍊把他綁 一下子又弄斷 空無有力 又衝到 本場裡面去叫鬧 就說耶穌來了 這個年輕人就衝過來 哇 永生上帝的兒子 我時間還沒有到 你現在就來是怎麼回事 難不成立 今晚有叫他下地獄 耶穌沒有跟他多講話 他就問說 你叫什麼名字 那年輕人就 就講一個字 我叫群 就是群 滾啦 一群就是群 為什麼叫群 因為附在他身上的鬼很多 也就是說 從這個人身上出去 那鬼就全體衝出來 旁邊有2000頭豬 就附在豬身上 豬都穿在海裡 全部死掉了 2000頭 所以附在他身上的鬼 有2000個 倒過來算是這樣子 這個年輕人就恢復理智 衣服就穿回去了 要知道自己的校長名字 就是過去的台灣人 你叫什麼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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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被鬼附身 現在真理出來 就罰你出來 這個中國鬼要照 照之後 放下什麼名字 還不知道有鬼照是什麼人 我剛才講 群你也是誰 當機嘛 鬥陶 是不是 以前靠鬼附身 在騙家台灣人 是什麼 國民黨裡面的本土牌 台南 民進黨 全民黨裡面 台灣人 都是嘛 清衣社嘛 他們以前就是靠這個鬼政權 在探家 他都圍身的東西嘛 鬼走了他就沒有東西 他就慌亂了嘛 所以最近國民黨 這樣惡搞下去 哇 本土牌也出走什麼 都沒飯吃了嘛 他慌了嘛 但是我跟你講 我們現在警告 在看 我們這裡都有錄影嘛 他們就跟你們講嘛 你也台灣人嘛 你搞清楚啊 台灣軍要出發了 你沒有地條庭的 以後就處理嘛 就這麼簡單啊 一定是 因為你拖慢台灣人的速度嘛 台灣人要 掙脫出來 要地位正常化 你拖慢台灣人的速度嘛 你下世面要有中華民國的政權 就地合法化嘛 你李登輝也幹同樣的事情啊 我跟你講 跑到日本沒有用的啦 你中華民國憑什麼在台灣 不是你的土地上面要扎根 沒有一個國家會准許你做這件事情 就這個圖 被抓到左右的王子 發現自己真正的盛世以後 好 問大家一件事情 你們知道自己是誰了嗎 現在 在上過這麼多堂課以後 知道自己是誰嗎 說 該是誰人 咱是誰人 蛤 蛤 大日本帝國的臣民嘛 聽說台灣人 我說台灣人不要你證明啦 就像印第安人證明你 印第安人怎麼樣 沒有rights 你之所以受到保護 法律的保護 是因為你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喔 是因為按照戰爭法 你才受到保護喔 過去的台灣人 就是沒有這個跑掉了 所以那時候 林志生博士告贏的時候 要跟他拿政權 美國說 你也沒有資格啦 我為什麼沒有資格 因為你不是台灣人啊 我說我是台灣人啊 你怎麼證明台灣人 你沒有身份啊 所以美國說 我要回來佔領OK 可是被佔領地的百姓在哪裡 我看不到嘛 所以美國第一步的指示 叫你辦身份證嘛 辦身份證的意思就是說 台灣被佔領地的百姓出現了 出現了 所以以前 台灣人有一個要求 叫黃曹琴 他做一件事情 我是台灣人 我也是中國人 美國人說 尊度好 你做中國人處理 你就去當兵吧 當你不認同自己是大日本帝國臣民的話 像這個人和做中共的高度 你真正法不在你身上 所以為什麼你要辦身份這麼重要 把你自己的中國分明先出來 才有所謂的佔領者 跟被佔領的關係 才開始恢復 搞清楚哦 那怎麼解決這個 回到原點 重新出發 回到哪一點 那一天上敗那一天1945年9月12日 宣布的那一天 種族滅絕 西班牙國家法院根據普遍管下來全原則 對中國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國務院總理李鵬五名 中國前任高官發出逮捕令 理由是這五個人涉嫌對西藏犯下種族滅絕的罪行 將死的戰略人等人若走訪國外可能遭到逮捕 中國官員強硬回家 哪個國家受禮此事將是自取其辱 有膽就來吧 欸 什麼叫種族滅絕啊 我告訴你 先講這個 西班牙是一個大國嗎 不是 那中國為什麼不能對他處理 因為西班牙的法院判等於是總個歐盟 他不敢去惹歐盟 太大了 第二個 真的有意義 中國人正在做種族滅絕 做什麼事情 我告訴你 中國人很假笑 一方面 熊貓快絕種了 我們要全國家這裡保育他 但是你為什麼對西藏人這樣子 大量中國人進去跟他一爛 對不對 毀滅他的宗教 所以黑西班牙帶著一群人衝啊衝哪裡 印度德蘭沙拉 幹嘛 留他的種啦 老爺症 如果不留的話 以後就沒有西藏人了啦 因為大量中國人進來啦 跟你染啦 染跟你不知道什麼人 一樣嘛 中國人大量幾百萬人 跑到台灣來 台灣人都染嘛 過去台灣人的北部 阿公阿嬤講什麼 不要跟外星人結婚喔 不要戳喔 這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 或許他們法理不太懂 可是他本質上他知道喔 一群人跟你染 阿公你後代不見了 是這個原因耶 台灣人不要嫁好心 我們沒有那個條件去大方 為什麼 人不多嘛 種族其實是他們對我們啦 他要把你染去耶 我告訴你很簡單 你可以嫁給白人 你可以嫁給歐洲人 馬來西亞人 非洲黑人都可以 就是偏偏不能嫁給中國人 為什麼 其他的國家對這塊土地沒有野心啊 只有你隔壁的這個國家對你有野心 所以他用人口的方式就可以把你吃掉啦 大量的人應該染嘛 你在台商用錢跟你生就跑去幾百萬了 那說完幾百人下來跟你結婚 通婚生下來太多了 都被通過人 根本不用打仗耶 用人就可以把你這個土地吃掉了耶 那台灣人不知道耶 假笑 大家都是一家人 你打他敗了 你沒有那個種族滅絕那種意思 猶太人很清楚 所以他什麼 Convention of the Prevasion of the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the Genocide 這個耶 猶太人因為他被屠殺之後 他發現這個警覺的事情很嚴重 所以他在1951年1月12號的時候 他通過這個叫什麼 什麼定義什麼叫種族滅絕 其中有一項 Versibling transfer children to the group to another group 就是把你的小孩子送給對方受教育 就是有爛機棒發生的事情 讓你小孩子搞不清楚自己是誰啦 欸 這是種族的一部分耶 我再講一次 228把你殺掉你的精英 再來就叫你去當兵 效忠他 再來Lina送給他受教育 還用考試的方式 那就是 徹徹底底的 對台灣人做種族 屠殺滅絕的事情 違反 絕對違反戰爭法 絕對違反 基本的人權 一直在進行當中 美國國務院不要開這個玩笑 我跟你講這事情是每天在發生的 而且變本加厲在發生 而且美國國務院 你應該知道 我們已經訴訟這件事情 你搞清楚台灣人的身份是什麼 你還讓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這邊惡搞 趕快收拾 來 時間上面拉長台灣人的死關 空間上不同觀點 來 你們缺的是這一塊 所以我盡快先講這個 這是過去的大清 民政 政政中佔台灣對不對 他的勢力範圍多大 這樣 笑死了 佔台灣 你那時候大清撥款 你台灣人就好勝機 你拿了多少錢來台灣建設 你告訴我嘛 沒有嘛 對不對 你預算怎麼編列 那你派多少兵丁 博科林嘛 過去的勢力範圍 荷蘭 大都王國西班牙 這樣 來 要補的是這一塊 194 1895年1945年 明治28年1895年 第一代總督華山之際 第二代總督貴太郎 第三代總督乃木西典 第四代總督歐玉岩太郎 照片都在這邊 這是後團新平另外一個 歐多新北 因為他是將軍 後來他主要管理的是台灣 你看他們做了多少事情 軍政轉民政領台上 然後租稅前面 預告地方官制委任 立法制度確立 台灣總統府批議會創始 司法制度確立 地方法院 副省法院高端法院委 警察制度 理藩制度 教育 醫院設置 阿片制度 教育制度 流便電信實施 定期航路開始 督樑改正 財政策 財政金融制度 就稅自改正 大阪中立銀行進出 要建設一個地方要錢 要各方面都要投入 你們念行政官 你就知道怎麼去 佔領一個新的地方 怎麼去建設一個新的地方 再來 警察司機關 養成制度 保甲制度 土地水利制度 太多了啦 基隆高雄港 族港工程 財政二十年計畫 全島鐵路 都要弄好 在1898年的時候 就做的事情 台灣才有 現在 你們會日語的話 上日本的官網去查 大日本帝國 播多少預算來建設台灣 多少人員預算 再來歷代總督 左手勢 左馬太 安東遮美 明石二 元二郎 田劍智郎 為什麼要講田劍智郎 因為那一年 皇太子殿下來台灣 台灣人有一些 說台灣很難來 總督回的信居然不是這樣 他說 他居然回了一個 他說台灣思想惡化 是因為在東京學生輩 在台灣沒有多少個人 因為他們是社會主義 還沒有到危險的地步 一般人民是忠實順良 敢一視同仁聖恩 絕對沒有危險 你可以來啦 記得大清的時候 大清帝國對台灣人的形容是什麼 男無情女無義 對於三年一小反 五年一大亂 不是嗎 在大清裡看你台灣人的 煩惱 不輸家 話外之名 結果第一 本來的手頭怎麼變這樣去 怎麼變成 一般人民極其忠實順良 那個也是你要寶 我是女生 我嫁給你 我幹嘛跟你吵架 你力士給我冷地 祈福 我再跟你插 你對我好一定是 我很乖很高興 對不對 為什麼三年一小反 一定是在大清把我們台灣人求 我們才會換 才會在亂 日本時代你看我們北部一代都跟他亂 日本時代多好多好 你沒辦法勉強一個女生讚美她的老公 沒辦法勉強 裝不出來 就算裝面子給人家看也講得掉眼淚 可是那一代那個時代的人講得是很自然 日本時代都不用管 什麼都好 那就是真的好 主人發出內心講的讚美 那就是日本時代 OK 我慢慢跟你講 過去的台灣人 你見過沒有 帥哥美女 留學歐洲美國的 你不知道台灣人是誰這樣 過去的台灣人192幾年 192幾年的台灣人是長這樣子 我隨便介紹幾個人的你認識 這叫做杜聰明 聽過沒有 高雄醫院的創辦 高雄那個創辦人叫杜聰明 1893年出生到1986年 或是帥哥 我跟你講你們在座女生 沒有人穿衣服穿得比他好看 說實在話 穿法國巴黎的定制服 你看嘛 過去日本時代台灣 男人穿這樣 那個服裝他的穿 男生穿的西裝是這樣子 每個都帥哥 這我親戚啦 那個叫貴媽生 哥倫比亞大學 一匹一匹代台灣人這樣 你看 1943年台灣小學共1099所 小學生這麼多 932525人 教育普吉利71% 你看 全亞洲只低於日本 這先進國家耶 日治時代台灣人留學日本 1945年統計 曾留學過的台灣人 計二十萬人耶 台灣人那時候 在幾八百人 二十萬人出國留學了 水準相當高耶 你看他的同學路 我把你抓出來給你看 來 岩水龍、岩春安、吳錫元科 科維中、貴馬生、貴松根、黃朝琴 你看 France、美國 U of Illinois U of Columbia 他拿出去好了 放外面 椅子上面 來 這裡面有一個人 特別人我要講 很傷腦筋的 黃朝琴 那時候黃朝琴 我說出北台灣人的台見 這怎麼回事啊 這怎麼回事啊 我就想說 你本人怎麼做這樣台見 後來你去查他畢業的背景 一下全部出來 你看 美國U of Illinois 唸什麼 政治學 後來工作地方是哪裡 南京政府外交部 怎麼這樣 很奇怪 你是日本人 居然去南京政府 當外交部的官員 都不是一般的人喔 他是很效忠西東照 要做他的官員 對不對 被你抓出來啦 怎麼會這樣子 就是 就藏在細節裡啊 我就把它翻出來啊 證明很多事 後來 所以中華民國 劉王政委來到台灣 那時候他當議會的議長啊 吃香喝辣的都給他 這有道理的 有道理的 歷史 反走過都有痕跡嘛 我這樣 今天會看很多照片喔 來 這大清國 1885年左右 大清帝國 在台灣的 中國人 來台灣做幾件事情 起聲起廟 求水 財務 就做幾樣子 蓋城啦 蓋廟啦 求水啦 財務啦 這 以前的廟喔 來 這淡水 這馬街博士 剛到台灣的時候 第一天晚上住在 防禍旅館 第一天晚上住在這邊 聽說被臭蟲搖醒 在馬街 就在日本還沒有來之前 那時候西方國家 對台灣就是 蓋學校 蓋醫院 蓋教堂 給他教育 要搬水去 那時候人平均壽命多久 三十五歲 好可憐喔 那個阿K我可能要準備照片 那時候台灣人的 壽命平均三十五歲而已 三十五歲很可憐耶 十幾歲結婚生孩子 三十幾歲抓工 然後死掉 三十五歲 在座都賺到了 超過三十五歲 全部賺到了 呵呵呵 來 我今天這些照片 從這些地方出來 所以 是拿人家照片的 來 阿K幫我放一張照片 我 我這是屬於比較新的那些照片嗎 主日學 來 這邊是淡水 那這什麼 在幹嘛 看不出來啊 檳榔西施 阿嬤在賣檳榔 阿嬤嘴巴在咬檳榔 這邊在賣檳榔 嚇到 嚇到喔 我跟你講台灣的賣檳榔 不過要叫美少女去賣 穿短裙 不要這樣子 你叫阿嬤去賣就好了 馬上吃檳榔 人口一定急劇下降 沒人敢去賣了 去賣一次就要順一次 阿嬤要賣檳榔 絕對人口下降 真的嗎 你幹嘛叫美女去賣 很奇怪耶 你到底有沒有有心要降低檳榔的人口 來西鄉重道 白牡丹 那時候高砂族有出燥 就是把人頭砍下來的習慣 日軍說不要做這個太不文明了 那這樣 軍隊 每個人 這是我們的頭目 軍官 日本軍官 每個後面的勇士都有拿鐵鉤 鐵鉤上面都掛什麼 不是菜刀啦 朗桃喔 真的放人頭 一顆一顆的人頭掛在那邊 那時候平捕族差不多六千多顆人頭 被他們打起來 日本差不多幾百顆 這蠻嚴重的 來你看 這是嘉年華會嘛 對不對 他們在跳舞嘛 這邊有小朋友在看熱鬧 有日本軍官嘛 對不對 你看他手上拿什麼 人頭耶 那一顆就是人頭耶 一邊跳舞一邊拿人頭 那人 這是 1920年我們高砂族的女生 好漂亮喔 很漂亮啊 真的很有氣質啊 很好看耶 真的 對啊 很好看耶 來 高砂族如果歸順的話 就教你最先進的武器 日本軍官給你教 你看 這邊都是日本軍官嘛 對不對 頭目嘛 你看 每個人兩隻腳中間都哪一顆什麼 每一個兩隻腳中間放的都是人頭耶 你看有多少 所以 身形固嘛 很厲害耶 這個是那時候剛開始的時候 他們不喜歡日本人教育 就全部 照為學校裡面 把大大小小全部殺光 所以剛好 有個日本老師 把這些小孩子藏在糞坑裡面 逃過一劫 他們的博士藏在糞便裡 也還有女生 他們是藏菜 或者那個叫做 很努力 也有很多秉書 他們是藏菜 現在這個線 教育 那他小同學 那個孔樂 那他小同學 那個小同學 那他沒有什麼 是不是 他專門的 你看台北周庭 你看第三孤路 以前台灣的女生長這樣子 你們會看女生好不好看吧 都好看耶 每個都有氣 你看那個臉 真的很漂亮耶 坐有坐像 穿著有坐 就是好的氣質從裡面跑出來 我們現在台灣人都變樣子 我不再講各位 你們也會改變 所以秘書長叫你們自己自拍 剛來的時候自拍 上完課以後再自拍一次 連臉書的改 因為以前被騙嘛 基本騙的臉跟拆起來的臉不一樣 這個他們真的就是 大日本帝國的 好的學校的第三孤路 鐵道旅館 北依女裁縫課 那時候在馬里拉 我們打到菲律賓馬里拉 上街遊行慶祝 這什麼 這哪裡 公費燈 不要講中山堂 公費燈 公費燈 那台北市民 每個人捐一塊錢捐起來 以前一塊很大塊的 這公費燈裡面 公費燈 你看 西餐廳 撞球室 你看餐廳 你怎麼擺那些器具 裡面的宰幅 每個總補塞都 戴白帽子 穿白衣服 1930幾年 他的那個 餐飲管理 就到這個水準 你們會看嘛 你做餐飲 你有怎樣做到這個庭頭 就是高級餐廳在做的事情 三三樓 有沒有唱過這條歌 月色照在三三三樓 有沒有 沒唱過了 來 三順路就是快車道 重速慢車道 日本人那時候開始 這什麼 棒球隊 台北市內 哨棒對抗賽 華山小學隊 南門小學 這是很頻繁的耶 自己本席來 這很common的事情 到處都有棒球隊 才可能打到Canon的 甲子園的最後的final 什麼什麼紅葉隊 拿棍子去打石頭 哪有那麼可憐 那就是醜化 那經常給我們高級的 大日本帝國的人 弄到這樣子 以前的追蹤是 有棒球帽 有球衣 有手套 我現在說日本時代耶 每個國小是這樣子 有球隊 有教練 有隊企 有經理 這樣去比賽的耶 每個人你看 這是台灣人的棒球隊耶 每個國小 我手邊有幾百張 台北 全台灣喔 從南北到高雄的照片 每個棒球隊照片 我都有收集耶 以前的台北施工車 以前就有公車啦 草山旅館啊 你看這是建宗的學生啊 以前建中的 那個樣子 那個氣勢 建宗的男生 這是什麼 歐洲嗎 不是 管前路走到後面 叫做 什麼 台北博物館啊 沒有人在殖民地 蓋博物館 那是他的國民 才會有這種奢侈 這橫陽路那地方 這是總督府 這是過去的照片 不是現在的喔 以前的北投 八島啊 回家 這Live magazine上面的照片 台北車站附近 下面基隆河上面什麼 明治橋 通道圓山 前面中山北路 表參道 台灣博覽會 以前就博覽會啊 歡迎全世界的人來看啊 大學先舊班的男生 在那邊唸詩 你看那個人在唸詩 前面在聽 在享受 喝咖啡 抽菸 唸 唸牌劇 對不對 是不是很棒 你看眼睛在看 有的是做詩人 你看 這是什麼 以前在工會堂裡面 什麼殯儀館 那邊人偶爾說 國標舞比賽 日本的國標舞老師 來台灣辦 國標舞比賽 你看裡面人會穿衣服 你看那個樣子 就知道是美女嘛 穿衣服嘛 穿這樣子嘛 全部穿白了耶 我就找到鄉下照片 竹東鄉下 幼稚園 畢業典禮 你看 還是很有規矩啊 日本老師也是很可愛的 來 竹東 新竹火車站 台東 台中 你們這裡有台中來嗎 沒有 都哪裡 你們從哪裡來 高雄 這是台中 綠川那個地方 很漂亮 我們要準備放影片喔 OK 來得及嗎 我看快點 天皇陛下 來台灣視察的時候 台中香蕉 我看得及 台中 神社 你看 台中喔 欸 男生很可愛齁 這小孩子很可愛齁 可愛齁 呔 他還是酒醉 封元佳鎮 女學校 薛彩峰 這是起工當天 嘉南大駿起工當天的照片 漿化的水源地 每一家都有自來水 在台南 女中 畢業典禮照片 你看 也是每個整整機 白襪子、白鞋子 頭髮整整齊齊 你看 台南 師範、學校 有網球場 高雄那時候被轟炸的時候的照片 空拍圖 天皇來的時候 右邊是海軍、左邊是陸軍 高雄 你看高雄軟式棒球隊的照片 我手邊就隨便丟幾張 這不是突然冒出來的照片 太多了 你看以前高雄港是這樣子 你看 UGM幼稚園的園遊會 高雄水展試驗學校學生 開Party的照片被我抓到了 鳳山 我們屏東的部隊 鵝鑾筆 你看以前出去旅行 是開車全家 你看大大小小 塞車去虎鵬的人去歧頭 穿西裝達領帶 穿和服 你看好看 給你們看 便當試吃會 屏東 你看 屏東的婦女會 我跟你講 你看這個媽媽會不會照顧小孩子 你看那小孩子穿的衣服就知道 你怎麼給小孩子打扮 媽媽自己怎麼打扮 坐有坐像 站有站像 這每個都要去設定才能來的 你要有多少家美容院 對不對 你就這樣倒過來想就好了 要有服裝的地方 有專門做衣服 你看這邊小孩子每個都打扮得很好看 好啦 你看基隆高等學 游泳課 連這個照片我都給你找到 你看 大日本帝國剛才標籤 這裡是哪裡啊 你們知道是哪裡嗎 台東欸 台東這麼漂亮欸 你以為是歐洲欸 台東欸 台東式欸 以前日本的時代 很好看對不對 連那個外島都是這樣子 所以台灣的建設是沒有分為什麼偏遠地區 全部都一樣 來 也可以我們放影片 台灣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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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領土中只有一種熱帯及安熱帯地 如今 1895年 1928年 馬官貼英千歷 台灣貴族羅國 執政40多年的時候派了一天 新興的台灣 從大清的時候改成這個樣子 新思團 親自禮台 舉行總督的使政事 到今天已經40年了 使政到今天 台灣被清朝政府當作話外荒帝 台灣居民是話外之民 以前 改曆之後 日本政府我們變成帝國成民 改曆不到多少年 做了什麼事 平地土匪的判斷 產業的指導獎勵 鐵路港灣交通建設 通信衛生整備 治水灌溉里藩教育普及 地方制度或軍事方面 都非常的懶惰 那些成果 而這個成果 以後 將來 每一切都成果 成果 成果 如今 端日月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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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官民一致強力的 我跟你講你們要看 有夜景表現Infrastructure的基礎建設 叫配電 Electricity 所以叫配電 台北橋 台北橋 零至44年1911年8月 因為颱風探這機會 把過去大清蓋的房子全部拆掉 重新弄 中國房子都毀掉 水河岸壁的築造完成 城內を巡る城壁 を盗門で取り壊し その後にリングガーデン すなわち三線道路も 理想的都市計画を実施しに 全く市街の面目を一新したのであります 台北市の中心であるリヴァイル城内は 5があります 台北市の中心が 台北市の中心が ほんと、契がても 入採させる 台湾省社人宝 台湾省巡輪部 專賣局 中央研究院 北邊 鐵道部 由政局 對面的魚 電力公司 總督甘領 以前房子蓋得很漂亮 風格Style就是一樣 他們的心 痛 董托府以北的地方 還有介紹 一步步在轉換的過程當中 特に台北市の文化様式には 著しい変化が現れております しかも一般に台湾の文化様式の都市は 主要街路が放射状に あるいは五番の目のように拡張され 淡々たる大通りは人道と車道とに分かれております その人道は我が国においては他に例を見ない独特なものであります 電話か ハバニケンの抜き下には 停止客というものが設けられておりであります ハバニケンの押し ハバニケンの押し はBee アキ 車站はアキ これは元力車 ここはガリン車 貿公車 新駕駛車是很便宜的,所以盛益地利用 台灣也有騷擾車,不愉快的電車 所以,是自然地靜的、快適的街 這個是銀子橋 比較嫁藍河 你看那時候橋好漂亮 你看像是基隆河 台灣神社就在後面的圓山 台北公圍燈 博物館 館前路,台北自燈走到底就對了 台北放送旅遊收音 台機還有一機 每天播放 台北公園 服務員 陣列館 現在開始我在大商店去鑑里 都收入中國人 你看到盡興興箱的樣子 裝作pm 我們在座各位 讓年輕人沒有操縱 待會兒看得到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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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好家庭才可以綁腳 還這邊 你看 中古的東西就都出現了 沿著淡水河 滴滴浴 這邊走快一點 阿嬤 可能要 這是往溫泉區 你已經倒過來 溫泉不會晚 還可以去看到 稍微一點痕跡 你看 卡扎 高爾夫球場喔 淡水高爾夫球場 日本時代就注重 休閒活動 你看 新店 新竹地方 北部台湾中最古老から開拓 開拓 開啟 開啟 這邊跳一下 再跳一下 你看 沒關係 沒關係 繼續 茶葉製作 你會看到一些官 前面當然是用手 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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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就自動化 日本時代喔 你看 生產線 挑茶葉 然後做包裝 你看 每個人頭髮都綁得好好的 製作罐頭 可以標籤 Promotion 欸 有能講1920幾年 三幾年 是這樣子 不是最近的事 是先進國家在做的事 來中 來這邊跳一下 你看 你看 日本的小 京都之稱 你看那個路燈 很漂亮 彰化營啊 台東手 手 還有五分鐘 被跳過 台中公遊 現在日月潭的那個發電 來再跳一下 台灣電力準備20萬 欸 中間日月潭 往南往北 在供電 台南這邊也跳一下 大概也 我們這邊沒有台南來的 跳一下 阿里山 阿里山 來再跳一下 木材 嘉義 你看嘉義 他馬上就知道說 嘉義農林 學校 棒球為人所知 大農 嘉農 請自己談 來再跳一下 我們來講那個 浙堂的部分 我爛人佔領的時候浙堂 還沒有 成為日本領土之後 沙堂的事業 原來幼稚 慢慢堅立起來 而以總督的時候 海中工廠 帝國智堂 出水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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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智堂包括鐵路 運送 再跳一下 再跳一下 後來去做酒精 做燃料 燃料 燃料國策 你看工廠裡面的操作人員 穿著 來再跳一下 再跳一下 唐葉試驗所 一大貢獻女士 準備中 珊瑚坦 江南大駿 富山頭珊瑚坦出水域 因為這個就影響到台灣農業的基礎 台南州裡面15萬余甲的水園 富山公園 來過來 哨子 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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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港 那時候都是這樣 來 再走一下 跳一下 OK 50分 你看 沿著 高雄港 這樣出去的 高雄周廳 有一次在日本 祭典 一機能帶我拿 內地 我們的內地是日本 內地到基隆 海路從神護港出方 三週夜 周圍 海洋 海洋 看到 海洋 台湾特色の使命は一人 台湾島内のみならず 南氏南洋における法人事業の助成を成し 法人発展の中枢機関としての使命を持っております 内外無線電話 内外無線電話 内外航空は東京大阪福岡と 台北の間をわずか一日の連絡に短縮されております 内地と台湾は常に接し 産業と経済難信国策のため あ、這邊跳び跳び跳び 大学专科学校畢業生 官警察、官老师都有 また巡査や教員になっている者もおります コロナき者が万人と呼ぶと 彼らの中には異論をなして 我らも日本人だ 万人と呼ぶのをやめてくださいと 定性を申し込む自覚ぶりであります さて我らは さらに目を南に向け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OK 我们今天上课上这边